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親愛的家人 早安 歡迎我們 透過我們的詩歌 我們的心可以歸向上帝 也因著歸向上帝 我們可以得到滿足的喜樂 我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的信息呢 我想先預告一下 這個信息會有一點沉重 最近在我們這個和西阿蘇 有多少人對和西阿蘇還算熟悉的 比較少 好 待會我今天的分享可以讓你渴望 透過和西阿蘇 能夠認識上帝不變的愛 但是其實讀和西阿蘇的感受 其實是滿沉重的 因為和西阿蘇裡面充滿都是上帝的愛歌 上帝祂所愛的以色列祢 但是卻是離其他 在和西阿蘇裡面我們可以看見 我們的神 祂多麼的愛我們 多麼的渴望 我們常常回轉到祂的面前 享受祂的愛 單一的愛祂 就如同我們剛剛所唱的一些的詩歌 所以我想先邀請大家來讀一段的聖經 和西阿蘇有十四章 我找了一段 算是和西阿蘇當中最重要的一段 我們來看第七章 好 七章一到十六節 好 請聽我來念好嗎 好 請聽我來念 好 請聽我來念 偷竊 偷竊 外有強盜 成群騷擾 第二節 他們心裡 並不思想 我紀念他們的一切惡 他們所行的現在 禪鬧他們 都在我面前 第三節 他們行惡 使君王歡喜 說謊 使首領喜樂 他們都是行飲的 像火爐被烤餅的燒熱 從國面到發面的時候 戰不死火 早忘 在我們王宴熱的日子 首領已久的烈性成病 王與謝曼仁拉熟 首領埋伏的時候 心中熱如火爐 舊如燒烤的整夜睡過 到了早晨火氣炎炎 眾民也熱如火爐 燒滅他們的官長 他們的君王都鋪倒而死 他們中間無一人求告 第八節 以法蓮與列邦人參雜 以法蓮是沒有翻過的餅 外邦人吞吃他勞力得來的 他卻不知道 頭髮斑白也不覺得 以色列的驕傲 當面見證他們 雖遭遇這一切 他們能不歸向耶和華 他們的神也不尋求他 以法蓮好像鴿子愚蠢不知 他們求告埃及投奔亞術 他們去的時候 我必將我的網活在他們身上 我要打下他們如同空中的鳥 我必按他們會眾所聽見的懲罰 他們 他們因一氣我必定有禍 因違背我必被毀滅 我雖要救贖他們 他們卻向我說謊 他們並不誠心哀求我 乃在床上呼嚎 他們為求五股心球聚集 仍然背逆我 我雖教導他們 兼顧他們的寶貝 他們盡塗抹抗拒我 他們歸向卻不歸向至上 他們如同翻背的弓 他們的首領 並因舌頭的狂傲倒在刀下 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績效 我在念第十節 第十節可以說是整個和西亞書最關鍵的一節 也是用這一節可以涵蓋整個和西亞的信息 我在念一遍第十節 以色列的驕傲當面見證自己 雖遭遇這一切 他們能不歸向耶和華 他們的神也不尋求他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所讀的 我的題目叫做為何真情患不悔 為何真情患不悔 那上個月呢 我的母親被祖接走 93歲的明日 舉辦了這個追師禮拜 我們也感謝祖 讓我們心中充滿了平安和喜樂 我們其實一生也見證了跟水族一個美好的教宗 那我們去過世以後 我們就稍微開始整理一下我媽媽的這個遺物 那有一天我們兄弟姐妹就在客廳裡面 整理的當中就有一疊的非常古老的信件 信封信件 然後呢我們就發現了這個信 十幾二十封裡面 有一百以上都是我大哥寫的信 那我大哥今年大概63歲 我大哥寫給我爸爸的信 那我很小的時候 我爸爸因為有外遇 所以他就離棄了我們這個家庭 這個令族這個他草 小的時候家裡面也非常的貧窮 我的母親很辛苦的在養育我們五個兄弟姐妹長大 小的時候真的很貧困 但是我的父親又不管家裡面 那些信是我大哥寫給我爸爸的信 那時候我大哥大概只有我一我二 那我們就說 欸大哥啊這是你寫給爸爸的信 他有點訝異 我什麼時候寫過這些信給爸爸 那因為我爸爸在我國小的時候就過世了 顯然這些信是我爸爸過世以後 我媽媽去把它收回來 然後就兵供起來 我們家裡的人也都不知道 等到我們收拾媽媽的遺物才發現 我大哥寫給我爸爸的信 那我們就請大哥讀這個信 那一面讀我們就全部大笑 我就跟你講為什麼笑 大概是那個時代的人 我爸爸每一封信的開筒都寫父親大人 父親大人 那所寫的信裡面就是兩個重點 幾乎每一封信都是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爸爸我要交學費了 已經沒錢了 家裡已經沒有錢了 媽媽說家裡面只剩下多少錢 所以請你趕快寄錢來吧 或者有的信就會寫說 爸爸你為什麼不趕快寄錢來呢等等 國一喔國一的寫了這封信 寫了好多封信給我的爸爸 然後第二更好笑的 就是一個兒子在每一封信裡面 就勸勉我的爸爸 他說父親大人 你什麼時候才願意回頭呢 外面的那個女人真的那麼好嗎 你拋棄了這個家裡面趕快回來吧 第二個主題幾乎每一封信都說 爸爸你為什麼不回來 為什麼還在外面 我哥哥在那邊讀幾十年的這個信 連他都忘記了 我們一面讀一面笑 但是我想可以想見 回到那個時代真的是笑不出來對不對 那是一個很艱辛很痛苦的一個過往 那這個事情就讓我體會到 你看一個兒子在突幻 爸爸回頭啊回頭 這是一個兒子的真情突幻 那很遺憾我的父親沒有機會回頭 他也沒有回頭 因為後來他就因為癌症就過世了 那我體會到人世間有很多的人的悖逆 也有人會用真情去呼喚一個悖逆的人 能夠回頭 那我想最大的就是聖經裡面上帝 他看見他的百姓悖逆 但是呢上帝用他的真情不斷地呼喚他的百姓回來 很可惜以色列百姓真是真情患不回 和西亞這個先知呢是在北國的一個先知 他在那邊做先知相當長的時間 代表上帝向北國的百姓跟軍王呼籲要回轉回向上帝 否則上帝的審判會臨到他們的身上 當和西亞寫這一封和西亞書的時候呢 北國已經滅亡了 他到了南國有打 在那裡呢就寫了這個和西亞 把他在北國上帝怎麼呼召他 然後向北國所傳的信息 所有的一切都把他寫下來 寫下來的目的當然有兩個 第一個呢要讓後人聽到人知道 為什麼以色列北國會滅亡 滅亡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離棄了耶和華上帝 審判領到他們透過亞蘇帝國滅亡 但是同時呢也以死為見 告訴南國這個時候的猶大國還存在 要猶大國祭取他們兄弟 以色列國滅亡的教訓 他們要懂得敬畏耶和華跟隨耶和華 然後專心的愛他 否則他們的命運也會是無知識 好 我們今天所讀的這個經文裡面呢 大概涵蓋了幾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要很快的帶領弟兄姊妹 來了解這段聖經大概在講什麼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要去思考 這一段有關以色列的歷史 到底跟我們今天每一個基督徒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三段來很快的 來了解經文裡面所講 第一個我們從第一節到第二節 我們看見上帝受挫的愛 一開始他說我想醫治以色列的時候 上帝開宗明義說我想醫治以色列 醫治這個詞呢在和西亞有一個特別的含義 你知道我們現在教會很強調醫治嗎? 那和西亞的醫治的意思是指什麼? 就是從上帝對以色列審判的這個處境當中扭轉去世 這個是以和西亞書醫治的意思 因為他們犯罪神透過管教審判領導他們 神的目的是希望他們透過這些願意回轉 所以醫治的意思就是說 我很願意把我的審判的局勢轉回來赤福給你們 所以和西亞代表上帝說 上帝說我想醫治以色列的時候 結果上帝發現他當要醫治的時候 他發現他居然受騙 那以色列人大概是遇到這個戰爭 還有飢荒 這兩種的情景是最普遍 尤其是當飢荒五穀欠收的時候 通常他們都會煮祭壇 來求告他們的神秘 求告耶和華 所以相當可能七章的這個背景是 百姓來到上帝的面前 向他呼求上帝啊求祢聯名我們 是給我們五穀辛酒改變我們的居士 在這樣的一個慶典的當中呼求上帝 那上帝聽到了百姓的呼求 就說我想醫治 結果上帝一看下去發現不得了 以色列舉辦了這樣的一個呼求的大會 上帝看見的整個都是一個騙局 怎麼說是一個騙局呢 第一個他說以法林的罪孽 被撒馬利亞的罪惡顯露出來 相當有可能 如果我們從整個荷西亞書來看的話 相當有可能 以色列他們在祖壇呼求上帝的時候呢 他們是用一種錯誤的方式在呼求真神 因為以色列他們長久已經轉離去敬拜巴利的宗教 而巴利的宗教有宗教的儀式跟習慣 他們已經長久用了那些習慣 但是神不喜悅的方式 他們居然用這樣的方式來敬拜神來呼求上帝 所以上帝說他們的罪惡顯露出來 然後說他們的行事虛妄 有賊人入世外有強盜 上帝看見他們沒有真正的悔改 他們雖然要求上帝制服 但是他們的罪惡顯露 這一段呢 相當可能指的是當時的祭司階層 和蝦夫在責備以色列的罪惡當中 有請責備當時一群祭司的階層 祭司他們原來是代表上帝跟人之間的宗保 他是要把人真實的帶回到上帝的面前 但是在整個以色列的墮落當中 祭司的墮落恐怕是最嚴重的 這些祭司不但沒有把百姓用真實的敬拜 帶回到上帝面前 這些祭司也都去拜偶像 甚至這些祭司是一個利欲熏心的一群人 他們通道他們去搶 為了他們的財富的緣務 所以上帝說我想依視他們的時候 我看見他們的情形 最後的經文說我想救贖他們 也可以翻譯說在第十三節說 我雖要救贖他們 他們卻向我說謊 這句話也可以翻譯說 他們向我說謊 我怎能醫治他們呢 有一點呼應到前面 我想醫治他們的時候 他們卻是錯誤的敬拜 他們的心沒有回轉給神 接下來三道第十二節呢 就說明了他們悖逆的行動 在這段聖經裡面你會發現 它是一個非常豐富的語彙 來描述以色列的一些狀況 可以看見這個和西亞 他是非常有想像力 非常有修持概念的人 所以我們讀這段聖經的時候 我們注意一下和西亞講到以色列悖的行動 用了很多比喻性的描述 比喻性的描述 然後我們可以看見哪幾個比喻性的描述呢 三道七節我們看見它第一個比喻 用火爐做比喻 你如果看這個三道七節 那個火這個字不斷地出現 領袖呢火旺 然後呢這個謝曼人火旺 爐火旺百姓也都爐火花旺 那這個火爐的比喻呢 火爐原來就是以色列百姓 他們用來做烤餅用的 我們現在大概稍微可以體會的呢 就是那個去買那個燒餅 傳統燒餅 或者買胡椒餅有沒有 會烤 那個火爐更大 所以他們是用來做烤餅的 烤餅的做法大概就是說 他們要先揉麵糰 揉麵糰的時候要讓它發酵 但是這個時候爐火就要點燃了 就要開始點了 那發酵需要一個晚上 所以自麵的人呢 他揉好麵糰以後 他會去睡覺 但是那個爐火會稍微還是旺 還是會讓它燃燒 只是火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大 等到早上起來 這個麵糰發酵要開始烤餅 然後呢就讓爐火更加旺 烤餅 這個是當時在烤餅火爐的 一個民生的狀況 何西亞就把這個來說明 以色列人悖映行動的 第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是在講權力鬥爭 就是指宮廷的權力鬥爭 北國以色列最後的五個王 他們都是打打殺殺 好像工尾片一樣 做王沒做多久被另外一個人摩殺了 然後呢另外一個人就起來做王 這段時間有可能是在講 美國以色列最後一位軍王何西亞 他奪取了一個狀況 那這個經文裡面呢有提到 有人跟軍王呢 使軍王歡喜 然後這個人呢被稱為是謝曼 相當可能這群人還是我剛剛講的 祭司階層 祭司呢他們非常懂得王朝的運作 所以何西亞王呢可能跟這些祭司串國 然後呢他們就召開一個宮廷的宴會 祭司們讓當朝的國王呢非常的歡喜 他們就歡宴在歡宴的過程當中呢就擊殺了軍王 所以這段是來反映北國的政治的混亂 權力鬥爭的那個情形 那個火早起來無法忘 我大概稍微能夠用來形容的就是 每當台灣要大選的時候 你大概會感覺全島如火花旺對不對 政治人物忘得很 然後政論節目忘得很 然後看政論節目的人忘得很 所有的百姓全部忘 這是台灣的現象 大概可以用這個來形容 何西亞在這裡所描述的那個情形 那個權力的鬥爭 人為了自己的權力在那裡砍殺 這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 你只要記得第七節 他說在這樣的一個處境當中 他們中間無一人求告我 他們中間沒有一人求告我 也就是當局勢在變化動盪不安的當中 百姓們當中的一些人 應用自己的方法去奪權 取得自己的利益 他們沒有在這個動盪不安的當中 學習去求告言話 然後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看到第八節到第十節呢 延伸過來的說以色列人是沒有翻過的餅 剛剛是在講烤餅 火爐 接下來就延伸說那火爐裡面有餅 那就形容比喻以色列人是沒有烤過的餅 不曉得大家知道沒有翻過的餅是什麼意思 會是什麼 一面會變成焦黑 然後一面是沒有熟 所以沒有翻過的餅 我們自然想像有可能是 就是它沒有用 對不對 這個餅完全是沒有用的 但是也有另外一個角度就是 為什麼以色列是沒有翻過的餅呢 為什麼沒有人把它翻呢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也可能在形容 那是上帝的認平 上帝認平以色列這樣 上帝沒有把他翻過來 讓他一面烤焦 一面沒有熟的狀態 上帝審判他們 認平他們 好 那他們的情況是這樣 齊隆以色列人 因為沒有依靠上帝 沒有求告神呢 指出他們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 他們跟外邦 外邦參詐 參詐有兩種意思 一種是血統的參詐 因為在當時他們會善居在各地 當時的異國會有人牽居到那裡 他們在血統當中被參詐 但是更嚴重的可能是第二種參詐 就是以色列人永遠都羨慕那些強國的文化和習俗 宗教 他們放棄了耶和王給他們這些美好的東西 他們去羨慕那些列國的槍暴 他們的風俗 他們的宗教習俗 他們主動的去效法了他們 這是更嚴重的一種參詐 然後他們對上帝完全沒有正確的認識 他們還以為這些列國的人是在幫助他們 沒想到列國其實是在壓榨他們的勞力所得 因為當時以色列人要受到他們的保護不侵擾 你要繳什麼?保護費 你要納貢給他們 所以外邦人要求以色列人很高額的納貢 以色列人的名字名高就拿去納貢 上帝說你們真愚笨啊 你還以為他在幫助你們 你沒想到他壓榨你們到這個地步 你們頭髮斑白還不知道 這個不太容易解釋 有可能是指連碎的這個頭髮很斑白 也有可能是指什麼? 可能是指當時的麵、餅發美的一個情形 也就是說他們的這個狀況很不好 他們還不知道 然後第四節就是我剛剛念的 他們的驕傲見證自己 所以遭遇這一切 他們能歸向耶和華的神 也不尋求他 這是上帝非常沉痛的一個哀歌 接下來第三個十一節之後 他就用捕鳥的例子來說明 他說以色列人就好像鳥一樣 無知的鴿子一樣 他們不尋求上帝 他們卻是向埃及或亞述求救 他們向埃及跟亞述求救 你知道在那個時期的左右 不管是河西亞的 或者是最偉大的先知以賽爾 都告訴以色列百姓說 雖然有外地勤勞 但是你們要依靠上帝 不要去跟埃及結盟 不要去參與在那個結盟的當中 這樣你們會糟糕 你們要專心依靠耶和華 可惜君王聽不下去 他們沒有依靠神 他們去跟外邦結盟 他們向亞述跟埃及求救 結果呢 他們的結果就是 上帝容許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提起我 破壞毀滅 要引到他們 最後第三節 我剛剛已經稍微做一點解釋 上帝在那邊呼好地說 他們向我說謊 我只能医治他們 第一節說 我想医治他們 最後說 他們對我說謊 我怎麼能夠医治他們呢 怎麼能夠救贖他們呢 十四節 他們不誠心哀求我 乃在床上呼好 他們未求無苦心求聚集 仍然背逆我 什麼叫做在床上哀好呢 這個絕對不是以色列人 祈求上帝的一種行動 床上哀好有兩種可能的意思 一種就是表明他們漫不經心 我就回想 我從小 後來我媽媽信耶穌了 所以我小的時候就開始去教會聚會 小的時候不太懂事 也不太喜歡讀聖經 也不太喜歡禱告 但是教會呢 媽媽都要我們睡前要禱告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睡前有沒有禱告 小的時候很喜歡所辣 然後就跟媽媽講說 我現在躺到床上了啦 我就在床上禱告 所以我常常就在床上怎麼樣 就安息出懷了 所以床上禱告的意思就是指那樣不經心 不是真心的隨隨便便的一種方式 好 所以他們用這種隨便的方式來護好 然後他們為求五穀辛酒聚集 仍然背逆我 這句話還是回應到我剛剛講的 他們相當可能用錯誤的儀式來求告上帝 當時呢 巴黎的宗教他們只要要求五穀辛酒 他們的祭司呢 就會開始喝酒 然後達到一個顛簧的地步 有一點像我們台灣類似雞同的狀態 之後呢 他們就會用刀砍自己的身體 然後讓身體裡面的那個血從他的身上慢慢流到他的腳下 之後流到地上 這是他們的儀式 他們認為流血流到大地 大地的神明呢 就會越納 然後呢 他就會下雨上市豐收 這是當時巴黎在求五穀辛酒 最常使用的儀式 假如有可能以色列人 他們已經完全對耶和華上帝的正式不知了 他們以為他們用這樣的方式來求告上帝 上帝就喜悅 他們以為他們沒有真心的悔改 上帝不會紀念他們的罪 就像外方的神明一樣 錯了 這不是真神的敬拜 所以上帝在這裡欠責他們 最後第十五節 我們一起看 我雖教導他們 兼顧他們的榜貝 他們竟塗抹 抗拒我 這句話非常重要 我雖教導他們 兼顧他們 其實從以色列人在埃及維奴四百年 神把他們這個民主帶出來 容許他們在曠野 神幫助律法 然後在曠野的過程裡面 遭遇了許多的事情 總歸以色列人這段歷史 就是上帝在教導他們 為了堅固他們的一些的機會 神知道百姓需要被教 他們被堅固了 才能夠成為上帝的見證 但是整個以色列的歷史就說 他們圖母抗拒我 他們歸向卻不歸向至上者 他們如同翻倍的功 翻倍的功應該是指鬆弛的功 功要飽滿才能夠射出去 結果那個功呢 功獻是鬆弛的 所以鬆弛的功呢 想當然是射不出去的 甚至有時候不小心會回彈回來 那就形容原來以色列應該上帝教導他們 經過他們有一個目標射出去 結果他們完全沒有辦法發揮這個功 他們受教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神采拜很多的先知去向他們的首領呼喚 然後呢 他們的首領狂傲 所以上帝說 我必使他們倒在刀下 他們必在埃及地做的績效 整個以色列的民族 原來是非常自傲的民族 最後他們的結局呢 就是被滅亡 他們被毒到埃及地外邦去 整個民族就成為一個極大的笑柄 這是我們經文裡面所能夠稍微理解的這段話 我們這段話裡面把它歸納大概幾方面 我們可以反省幾方面 以色列人他們效法那個錯誤的世界 他們迎合那個世界 他們生活是迎合那個世界 他們的敬拜也是迎合那個世界錯誤的 第二個 他們沒有依靠耶路華 他們去依靠埃及 依靠亞樹 依到這些強權 但是沒有真正的依靠上帝 第三個 他們沒有真實的遵守上帝 給他們的教導與否 當我讀這一段聖經 其實我的心裡面也非常的沉重 但是我在想一個問題 弟兄姊妹請問一下 如果說這個世界最認識耶路華的 最經歷耶路華的民主是哪個民主 以色列民主對不對 為何一個應該最認識神 最經歷神的一群百姓 卻是背逆上帝的百姓 你們想過這個問題 上帝說他們無義人求告的 他們不需要 他們不尋求我 他們向我說謊 他們不誠心哀求我 然後呢 他們悖逆我 他們抗拒我 這些用詞就在第七章裡面 反覆的出現 為何一個好像認識被捲血的一個族群 卻最後成為不最悖逆上 我想我們跟以色列民主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我剛剛所丟給大家這個問題 我覺得對我們今天做基督徒屬於生命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 會不會我們這一群已經謀文得救的基督徒 不管你信主多久 甚至你信主很久 我們已當是最不夠見證神 我們最認識神 我們也經歷他很多很多的工作 但是有沒有可能我們仍然是一群抗拒上帝 背逆上帝 沒有真實的推向上帝的一群人呢 外交的處境可能跟以色列民不一樣 我們並沒有去拜巴黎 我們也沒有被滅亡 但是我們的生命裡面 會不會因為這樣 我們也遭遇到類似的處境 那問題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這一群最認識上帝 但是卻最悲逆上帝 提醒我們這一群已經經歷上帝恩典的人 為什麼我們有可能還是會繼續的違背上帝 沒有專心的愛的敬拜 早上的敬拜非常美 我也很享受 相信這是我每一個禮拜來這裡 我們要享受的敬拜的宴席 感謝主 但是我盼望這些經歷練習成為我們內心真實的實質 如果你作為一個欺負圖 你沒有用聖經的教訓去善待你的妻子 對不起 你的心的那邊要歸向 也要跨上帝 當然反過來 我們當中的妻子 你有沒有用聖經的教訓 正確地對待你的心事 你怎麼教你的兒女 你一定要你的兒女是跟這個世界上的人一樣 曾經非常好 功成名舊 當然這個不是不好 但是更重要的價值是什麼 你的兒女要能夠從小認識 機會也好 不是嗎 如果你的教導的方向不是這樣 對不起 你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樣 你仍然沒有真正的歸向上 你在遇到事業的難處 困難的時候 你尋求的是什麼樣的幫助呢 如果你沒有自終回到上帝面前 依靠祂 我們也是跟以色列人一樣 我們是依靠外在的真心 不是嗎 當你在面對你生命裡面的缺陷 你有沒有真的回到聖經給我們教訓 按照上帝的話語 來行事為人 如果不是這樣 我們口稱耶穌是主 我們內心裡面 不把祂當做主啊 這是很嚴肅的事情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場宗教活動 就好像以色列人百姓一樣 基督徒的信仰是要有實質的悔改 跟合神心的行動 這才是神眼中看為重要的事情 我用一點時間來分享我自己讀了這段聖經以後的一些反省 為什麼會有這種節目 請問什麼叫做罪? 很簡單的問題對不對 什麼叫做罪? 簡單說 罪就是你不以神為中心 你以自己為中心 就是罪的本質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的生命 越活在自我為中心 你就是越活在罪惡的核心當中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同意 記不記得耶穌告訴我們 如果有人要跟隨祂 你必須怎麼樣? 你要捨己 基督徒的生命 最重要就是效法耶穌基督的生命 那耶穌基督生命的最大的極致是什麼? 耶穌的生命就是一個捨己的生命 菲利比書說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神為成 同等為強奪 乃到虛己 耶穌基督的生命 是舍己的生命 而神把罪惡的罪惡拯救 就是要我們這些人 開始我們生命 是不以自我為中心 否則我們就繼續容許自己 在罪的罪惡當中 把我們纏繞住 所以耶穌要我們捨己 捨己 我要來略深地覺得 基督徒靈命的操練 基督徒靈命的追求 其實講最簡單的 就是學習捨己 叫把耶穌基督 那台語把捨己翻得很好 我們當中一定要有 很多人懂台語 捨己的台語 要怎麼說 捨己 這是沒標準 台語的聖經翻譯 看不甘地 看不甘地 等你看不甘地 就叫做捨己 我覺得非常的傳神 捨己的意思是什麼 看不到自己 但是問題是今天 我們太難看不到自己了 我們處處看見的還是自己 我們常常容許自己活在自己的當中 1995年 有一部電影非常轟動 我們把它翻作叫做火線追擊令 它的英文叫做7th Sins 7th Sins 這是美國一個很有名的導演 David Lynch導演的 那是那個布萊登比特他演的 1995 他當時得了五項大獎 那他是一個凶殺騙 是一個變態的殺手 他殺了七八個人 而這七八個人都是因為犯了七種罪 而這個摩殺案認為他是替天行道 把他們摩殺 蠻可以去看的 有一點限制級 但是蠻有內容 那那個電影出來以後 因為他的電影叫7th Sins 人家就開始好奇 什麼叫做七罪 那原來七罪 這個用詞是在中世紀的時候 教貴的一個用詞 那最早是由這個第六世紀的教王格力維 他定下來了一個叫做7th Sins 那7th Sins雖然在聖經裡面 並沒有清楚地這樣寫下來 但是都有聖經根據 那什麼叫做七項罪呢 你們有沒有興趣知道一下 第一項就打死很多人 第一項罪叫做貪吃 第二個叫情慾 第三個叫貪婪 第四個叫憤怒 第五個叫悲傷 第六個叫做虛弱 第七個叫做驕傲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 所謂的七中罪出來呢 最主要是早期的聖徒 他們在信仰的追求 他們非常強調聖節的生活 所以他們為了要讓自己成為一個聖經 他們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 有的是錯誤的 鞭打自己等等 他們目的就是要追求一個成善 所以他們非常注意去觀照自己的生命的處境 他們有一道跨面去 你知道當沒有人的時候 你生命的處境就會吐出來 所以他們就發現他們的生命處境裡面 內心裡面充滿了很多不逃神喜悅的人 包含這七項罪 但是其實最早是由第四世紀一個修士叫做格西安 他當時是整理了八項 不是七項 那弄掉了一項 後面弄掉了一項 把它拿掉 因為當時的格力伯也是認為那項好像 對大部分的人來講很重要 但是其實那項很重要 格西安列了八項裡面 最重要的一項叫做冷淡 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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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八項裡面可能是最關鍵 冷淡的意思就是一個人對自己的生命處境冷淡 一個人對他自己的內在生命冷淡 莫不關切 我們只關切外在的這一切 但是對他內心深處的自我 有沒有活在上帝的面光當中的那個處境 他們不在乎 他們冷淡 這是格西安他認為是最嚴重的事 因為冷淡 所以你容許你其他的七項的罪 在你的生命當中引入主 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說什麼呢 我要說 如果今天我們不要走以色列的路 我們真的要成為一個愛神 神所喜悅的人 我們需要學習舍己 而舍己的一項當中 就是我們要常常自我現場 我們現在的靈恩傳統 其實它歸咎的背後 也是一種聖結傳統 對不對 靈恩的追求的目的是希望聖靈充滿我們 然後徹底的改變我們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自我察覺 我最近在Facebook 我不曉得從哪裡來的 開始有所謂的感恩333行動 不曉得有沒有人 在Face 就每天感恩三項 然後點名三個人 然後三個人要感恩 我覺得滿好的 有很多人都寫下他們感恩 但是如果我們寫認罪333 我不曉得多少人會用 認罪333 他審查他的內在 他求聖靈光照 每一天他就求聖靈光照他的內心裡面 主啊 我用了什麼得罪神 得罪人 我們也按照你的教訓 說話 行事為了 主啊 求你憐憐 認罪333 唯有當我們如此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你的棋在上帝的光照當中 它可以修復 它可以改變 所以我非常鼓勵大家 特別我們當中如果有一些的人 你上班族 我很喜歡 我現在服侍的地方在石牌 我中午的時候 我都會到捷運香文公園 大概有四十分鐘左右 我會一個人在那邊慢慢的走 然後找到一個椅子 坐下來 在那邊安靜 然後我跟上帝說 主啊 這段時間我在這裡 求聖靈享受啊 求聖靈享受啊 你試試看它很低 你會發現聖靈在你的內心裡面 指出很多 你生命需要被改變更新 這是一種捨解的方式 第二種 很快再講就結束了 第二種 就是在人際當中 神特意要破碎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的教會 很多的弟兄姊妹 容許我這樣說 當然我自己也是一樣的 但是我有完生的感觸 就是說我們很多的弟兄姊妹 在人際關係上面 我看到很多很多人 教會裡面充滿了一群在人際受傷的人 人際關係裡面一定會有什麼 一些不愉快的東西 衝突 很多基督很容易就受傷 很容易受傷就開始包裹自己 然後就逃避這些事情 所以可是進入不讓人換教會 不讓人換教會 豈不也是這樣的情形嗎 但是弟兄姊妹 我越來越覺得 上帝要我們舍己之路 神容許我們在 與弟兄姊妹的相處當中 你感覺你的自我受到的傷害 你感覺你的自我 是我不被遵守的 我承認不舒服 我們不會舒服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一個很重要的 神你允許讓我在 基督主這些不完美的群體當中 我們彼此相磨 當然我們也彼此相愛 但是我們總有彼此相磨 我們總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察覺 那就是上帝借這些機會 要使我們看無感情的一個機會 聖人你受傷 耶穌基督豈不受更大的傷嗎 耶穌豈不受更大的攻擊嗎 耶穌豈不受傷到一個極致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我們今天受傷了不舒服 我們回到上帝的面前 那就是一個神幫助我們舍己的一個救援 如果你跟一個人遇到問題 你不是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那我要告訴你 你很大的危機 就是你會讓你的自我 不斷把你纏繞起來 你的自我會越來越堅強 但是上帝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是要讓我們的自我越來越鬆軟 以至於讓上帝在我們當中居首位 但願主幫助我們 特別每天夫妻之間是最容易學習舍己的 夫妻之間太太的勸戒、先生的要求 各方面都是我們可以來聆聽 神要我怎麼舍己的一個方式 但願我們的生命裡面可以真的是舍己 當我們願意更多的舍己 你的生命就會更豐富 你的生命就會更效果耶穌基督 你的生命就能夠專心的依靠上 如果我們容許我們自我繼續的強壯起來 那個結果就是驕傲 以色列人的驕傲見證他們遭遇的一切 仍不悲改 但願主讓我們不至於如此 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正情 還是可以幫我們換回來 我們一起披通告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你 藉著你的話語 藉著你這年的歷史 藉著你的哀歌 讓我們更深地明白 你喜悅的是否我們可以全然迴轉 迴向你 求主救我們脫離自我為中心的網絡 願意捨棄效法耶穌基督的生命 主啊以至於我們成為一個蒙福的人 討你喜悅的人 奉靠耶穌基督的命 我們願意捨棄效法 我們得到達了 阿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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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MEN